一命二运三风水 以当日致殷勤 断定所主之物衰亡 后来初七人日变为庆祝人的日子 于正胆化鸡渔门 七日铁人渔帐 人日亦称为七元节 人圣节 人庆节 人口日 即人七日 越南称为开赫节 传说汉代东方说的战书记载 农历新年的首八天 为人类和不同序幕作物的战日 以此序为初一世鸡 初二是狗 初三是猪 初四是羊 初五是牛 初六是马 初七是人 初八是骨 当天天气晴朗 欲是此物今年兴旺 也有传闻 就是女娲从年初一开始创造万物 她在年初一创造了鸡 初二是狗 初三是猪 初四为羊 初五为牛 初六为马 而初七就是创造人类 因为女娲在初七创造了我们 所以这一天就是人类的生日 亦是大家的生日 人日这一天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禁忌 是因为古人以七为七创 七创是命理尸身之一 也是紫威斗树中十四颗凶心之一 具有勇敢热烈 主宰事物之威力 他对朋友义无反顾力挺到底 对敌人恨之入骨 坚决抵制 朋友代表了吉祥 敌人代表了凶险 古人善于趋即比凶 所以在正月初七这一天 人们的言行举止都小心谨慎 力求吉祥 在人日节的当天 古人会根据天气的状况 来预判新年的运势 倘若天气晴朗 则代表着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倘若是阴雨天 则需要请占卜之人进行运作 从而改变不好的运势 后来随着朝代的变更 人日节也从单一的占卜活动 演变成了庆祝 祭祀等活动 在初七这一天 有一些件事情要做 这样在新的一年里 才能人丁兴旺 家也昌盛 下面就来围绕着 人日期间的习俗 与讲究来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对你也有所启示 一 以人为尊 正月初七为人日节 是纪念人类诞生的日子 在这一天 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便是以人为尊 在这一天 要与人为善 心怀感恩 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一天 在过去也是相当重视的 据说过去人日的时候 官府也不会处决人 以此来表达对于人的尊重 另外 民间还有着七不处的说法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为了生活 都不得离开家乡 四处拼搏 而老人和小孩 则被留在家里 而七不处的意思是 远行之人 首先要将家里的七件事情 柴米油盐酱醋茶 安顿好 保证家人的生活功绩 才能出门 无论何时 无论多远 家人永远都是人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这也反映出 人不能忘本 也要爱幼 否则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 以人为尊还体现在另一习俗 那就是这一天 不能吵架动怒 也不能跟小孩子生气 正所谓家和万事经 以家人和和气气的 才能有好的运气 与人和气 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二 称体重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礼仪 在与人见面的时候要问好 离别之时也要道别 而不同的场景 人们的表达也有所不同 与亲人朋友道别的时候 人们总喜欢说保重 保重意思是保重身体 其实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所传达的是深切的关心 和满满的祝福 仔细琢磨这两个字 还能感觉到浓浓的浪漫 初七这一天 民间流行着称体重的习俗 无论是老人小孩 还是年轻人 都要称一称 平时我们体检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项目 往往也是称体重 可见体重与我们的身体健康 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在初七的时候称体重 表达了人们对于平安健康的重视 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无论什么时候 健康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三 送火神 火对于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 煮饭烧水要生火 取暖要靠火 过去人们照明也要用火 也正是由于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着太多的应用 人们便要注意防火 避免火灾的发生 所以民间流行着初七送火神的习俗 人们会将农作物的接杆 捆成火把的形式 点燃的火把送出村外 以此来祈祷新的一年没有火灾 平安顺遂 不过时至今日 民间不再提倡燃烧农作物接杆 这个习俗也就不再多见了 不过我们平时生活的时候 依然要注意防火 这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家人 四 吃七宝羹 用七种菜做成的羹 在人日的时候食用 以此来取吉兆 并说此物可以除去邪气 医治百病 各地物产不同 所用果菜不同 取义也有差别 广东潮汕用芥菜 盖兰 韭菜 春菜 芹菜 蒜 后半菜 客家人用芹菜 蒜 葱 圆芡 韭菜 家鱼 肉等 台湾 福建 用菠菜 芹菜 葱 葱 韭菜 芥菜 芥菜 白菜等 其中 芹菜和葱照聪明 算照精于算计 芥菜令人长 瘦 客家人喜用于一起煮 许时有余之意 那天 农村买一户钱一两件菜 在地里采他人的菜 凑成七件 都不会被当成小偷 由于每个地方的物产不同 因此蔬菜的种类也有所不同 在广东汕头等地区 还会有商贩 专门把七样菜搭配好 同意包装出售 在人日节当天食用 据传说 可以以此去除邪恶之气 医治百病 五 吃面条 从唐代诗人高氏的诗剧中 就不难看出 在人日节当天 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 如果你远在异地他乡 那么就一定要吃上一碗面 也称为拉魂面 寓意着人虽然漂泊在外 但是心依旧挂念着家乡 同时也是对家人的一种美好祝福 六 代人圣 古代很重视人日 比如唐朝 每到人日 皇帝就会赐给大臣们 彩旅人圣 就是头上带的人形的事物 然后登高宴请群臣 非常热闹 在民间 这一天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第一是剪彩纸 待人圣 人们用五彩丝织品简称人形 或用金箔露刻称人形 把人圣挂在屏风 或戴在头发上 这也是庆祝人日节重要的仪式之一 七 占卜吉祥 根据气象判断吉凶 以占卜人类的繁衍趋势 正月初期如果天气晴朗 则遇事吉祥 遇事一年初入平安 人口平安 人丁繁荣 若阴晦则照灾患 据北七书《魏收传》 记载南北朝时期 正月初期若欲阴雨天气 人们就把指简人像贴在帐子上 据说可保家人平安 八 捞鱼生 南方一些地区 人们有在仁日这天有捞鱼生的习俗 捞鱼生时 一族人围在一起 在族长的指挥下 把鱼肉配料与酱料倒在大盘里 大家站起身挥动筷子 搅拌配料 口中还要不断喊道 捞啊 捞啊 发呀 发呀 而且要越捞越高 以示步步高升 九 四神保平安 就是仁日节 还有许多四神活动 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五谷风登 六处兴旺的美他愿望 接下来 我们再着重看下 到底还有哪五计 一 计遇殡葬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正月里遇见殡葬事件 都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寓意着年内会有灾祸 二 计葬家百年 倘若家中有丧事 那么在正月初七时 不能去别家拜年的 同样别人也不可以 去到丧家里 这些都是犯计的行为 三 寄洗衣物 按民间的习俗说 正月初七当天禁忌更换 洗涤衣物是不吉利的象征 四 寄请医生 正月初七请医生看病 古人认为 寓意着来年病再多 五 寄出远门 正月初七是仁日节 是仁的节日 同时也是七杀日 诸事不已 倘若非要出远门 与天气好 则代表着人身安逝 反之则代表着有疾病或瘟疫 人日 有既洗头 既扫地 既摩洗 既求医 既服药 既丧葬 既吵架 既远门 既说话不吉利等诸多禁忌 这些禁忌中分为洗掉扫除和预示不及两大类 前者暗之洗掉 扫除金钱财宝 预示着可能会是衰败的开始 后者暗之意外祸患 预示着可能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 这几件事无不反映出以人为本 与人为善 重孝爱幼 爱护身体等 这些是我们创造更好生活 加以兴旺的前提基础 无论何时都要谨记